她会是金泰妍的接班人下一个solo女王吗?国民出身的她有什么魔力? 韩国女团竞争真的很激烈,在众多女团艺人中,单独solo的女歌手也不少,像国民未美IU,高级性感宣美,炫耀,泰妍就是其中的solo女歌手。 女歌手歌序姻缘成绩真的不好打天下,毕竟女粉粉丝人多力量大,而女歌手只能自食其力单打独斗,最近一个新的solo女歌手引起了小编的注意,那就是从国民pick的选秀节目produce101出稿的金星下。 金星下从节目出道之后成为限定女团I.O.I.的成员之一,后来限定女团解散金星下单独出道之后,她的首张mini专辑Hands on Me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主打歌在Genie年榜Top200中占到了第三十九名的位置,这对刚出道还不满一年的solo艺人来说是很好的成绩了。 歌曲的风格金星下家遇得很好,不少人直呼她有泰妍的影子,被称为第二个泰妍。 歌曲的风格金星下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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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韩国团体千千万 惊醒下的成功除了归功于他自身的努力 与公司的运营分不开 在更新换代的韩语圈 一个歌手的成功自身真的太重要了 温柔的性格 跳舞时的克里斯玛 表演是骨子里的性感聊人 这几者和金庆夏对对音乐的想法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多样的魅力 金庆夏展现南韩Solo的全新的独特未来 欢迎投稿 爆料或者吐槽 加入我们群组不要爆料 或者发邮件到我要爆料粉丝页 我们会有专门记者 帮你编辑成为文章 发布到我们网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